屏幕正常之后 就要启动这个激光器的按钮 然后经常用的话 就是设置有没有变化里面 设置没动吗 没有 设置这个密码是 123456 进入之后 激光器的总功率 如果你是两句话的话就写2000 写了完之后就不要动了 然后按保存 能热机报警是高电频 就这两个位置 一个位置 两个位置 扫描矫正这个比方动它 那激光中心偏一些是红光 调整红光左右 不在同者中心的时候 调整这个的 0.5就是往右边 0.5按保存 负的就是往负的方向 或者0.3 一般我们促长的时候 它是不灵以及调腊之中的 OK按保存 反恒 经常使用的话 就是激光使能打开的话 表示可以出激光 关掉的话 激光出不了 这个是线 线形就是说 针对于这个扫描宽度 扫描宽度是有数字的话 按线形才会有效 如果是点的话 激光就是一个点了 看见的时候就是线形 然后焊接模式连续 然后我们使用最多的 就是这个扫描宽度 3毫米 或是扫描宽度 或是焊接的 扫描宽度 线宽 线宽 跟这个扫描宽度是匹配的 扫描宽度 对是 我相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